18岁,开着库里南,参加MBA选秀 22岁,穿着一身奢侈品,空降沈阳 鸭绍注册缭篮,剑纸三连冠 家世优渥的00后少爷 美国篮球圈知名网红谢里夫·库珀 飘洋过海,来到CBA打球 应该只有一个目的 谢里夫·库珀出生于2001年6月11日 是一名身高1米85,体重82公斤的控球后卫 但从观感上看,他可能还要更矮一些 他的父亲奥马尔·库珀 是知名运动品牌的老板 以前也成是职业篮球运动员 在欧洲和南美都打过球 他的姐姐,成效力于WNBA洛杉矶火花队 是魔兽霍华德的前任妻子 库珀高中就读于佐治亚洲麦凯克伦高中 他尝试全美最顶尖的高中球员之一 从高1开始,他就是球队的绝对核心 场军可以得到16分4助攻 率领球队第一年打进周半决赛 第二年,闯入周四分之一决赛 到了高三,实力更进一步的库珀 火力全开 场军标下28的6分 8的6助攻4.1抢断 带领球队32场不败 被评为当年佐治亚洲篮球先生 荣英麦克斯普莱斯年度最佳球员 库珀也是该奖项的 唯一一名高山球员获得者 高四赛季 库珀场军30.6分 7.8助攻3.6抢断 入选麦当劳全明星赛 他与杰伦格林 乔什克里斯托弗被称为 美国高中三巨头 高中毕业后 库珀被奥本大学招致麾下 由于联赛对他的资格审查 导致他错过了前11场比赛 但他随后就在首秀中 砍下26分9助攻的两双数据 12场比赛后 库珀以场均20.2分 8.1助攻4.3篮板一抢断的数据 结束了大学生涯 向外界宣布将参加2021年NBA选秀 库珀在NBA之前 个人荣誉和团队成绩两手都硬 顶级的速度与鲜熟的运控节奏 给了球探无限遐想 一度被预测 能够成为首轮 甚至是乐透秀边缘的新秀 但因为联合视讯期间 他的体色数据缩水 身高从1米91变为了1米85 甚至更矮 加上防守和外线投篮始终表现得不尽人意 他最终一路跌到 次轮48顺位 才被老鹰选中 在ESPN的选秀专栏节目中 知名NBA选秀分析师乔纳森·吉沃尼 曾给予了库珀高度的评价 认为他是那界最别低估的新秀 他是本届最强的空位之一 第一步速度非常快 他总能从容地 应对球场上的变化 库珀的身高并没有限制他的进攻 高强度对抗下 他依旧有强大的得分能力 新秀赛季 库珀代表老鹰队 合计出战39分钟 得到7分5篮板5助攻 在球队并没有什么存在感 在被球队下放到发展联盟后 库珀锋芒毕露 场均可以得到20.2分 4.3篮板 8.1助攻一抢断 还称打出过 单场42分 16助攻的夸张表现 是名副其实的 发展联盟的神 再往后 骑士队看中了库珀的潜力 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骑士队与库珀 签下了一份血练营合同 但没过多久 库珀就与大洋彼岸的辽宁南篮 传出了绯闻 在今年3月的最后一天 库珀代表克里夫兰冲锋队 打完了最后一场常规赛后 他的数据定格在了18.8分 7.5助攻 紧接着 他心道相道 后奔沈阳 在CBA常规赛 结束的最后一天 压哨注册辽兰 正式成为球队的第四万元 更有意思的是 被辽宁球迷称为 淀粉肠的百烂三外 杰伦亚当斯 还常在社交媒体上 点赞了库珀加盟球队的新闻 属实心态不错 结合库珀以往的经历 他的技术特点完美适配 目前的这支辽宁队 出色的用控能力 与传球技术 能很好地填补 郭艾伦的空缺 分担赵纪伟的压力 在CBA层面 他顶级的速度 可以让他找到 撕裂对手防线的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辽兰关键时刻的攻坚问题 除此之外 富二代库珀的职业态度 在我看来 也完全值得信赖 看来CBA根本不是为了赚钱 大包小果 带着家人远渡重洋 除了收购辽兰 和剑纸冠军 我真的想不出其他任何理由 当然 库珀也并非没有短板 不稳定的投射 与相对瘦弱的身体 让他在面对CBA的贴身防守时 一定会倍感压力 但我相信 教练主与他自己 会少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再多说一句 库珀神视莫兰德的长相 也激起了大漠 强烈的胜富裕 在俩人奔现后 大漠先是在射媒上 惊呼 迷你末 随后 就在当晚的比赛中 狂看30分25篮板 腰部刷的腿也不疼了 就怕杨岛对他不爱了 最后 我对辽宁新元 库珀的季后债发挥 充满期待 从他下飞机 对待球迷 热情洋溢的态度 一身名牌 却没有我们刻板印象里 富二代的那种 极傲不逊时的那刻 我就坚信 他会很好地融入这支球队 只要库珀足够真诚 我相信 无论是教练 队友 球迷 亦或是 这种城市 绝对不会让他失望 这里有着世界上 最棒的球迷 让我们一起期待 三连贯的纳克 荣誉掌声 呐喊眼泪 辽宁队 有你想要的一切